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要找这么个门不当户不对的 往后在一起 那就是 那就是互相消耗 参加是有皇位要集成吗 还是有百亿家产 那 小切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 我打算自己创业 她想开一间咖啡馆 地方都找好了 咖啡馆 对 我从高中开始兼职 我会做好多烘焙咖啡 现在打算和朋友开一家自己的 合伙开 算是吧 她做主播 我们一起 是什么主播 就 网络直播带货那种 卖什么护肤品啊 还有什么吃的喝的 反正什么都做 就是跟之前那个电视购物一样 对 电视购物啊 对 这我们都是从那些正规的工厂进的货 进来的都是精挑细选的 那你到底是做主播 还是开咖啡馆啊 我开咖啡馆 我朋友做主播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能平摊那个房租吗 哦 嗯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那专业不错啊 那怎么不找个对口的工作呢 我 我喜欢那个我就想试试 你爸妈都同意啊 我爸爸挺支持我的 妈妈呢 我妈妈去世的早 我们家就我跟我爸俩人 你爸爸不容易 一个人啊 还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他真是了不起 他爸爸人特别好 他是做什么的呀 开出租的 哎 等我吃饭吧 菜都凉了 别顾着说话 晚上别走了 就住在我这儿 房子大 陪陪我啊 好 来 爸 我给你盛起来啊 好 好 找个单亲家庭的 还是个什么开车的 自己也没个像样的工作 真是不知道小拖怎么想的 怎么孩子找对象的事 你都不过问的吗 问了 他没跟我说这些呀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人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 你说能给他未来的发展 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这不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吗 到那个时候再说就晚了 他都那么大了 那我还能跟他说 你应该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啊 你是当妈的怎么不能说呀 你不能让我去说吧 我说他也不听啊 那张案长的女儿条件多好 听吗 非要找这么个门不当户不对的 往后在一起 那就是那就是互相消耗 参加是有皇位要集成吗 还是有百亿家产 你说什么呢你 找个人好的不比什么都强 是跟我哥过日子 又不是跟你俩 小孩子懂什么呀 你俩懂 你俩过得好吗 大人说话你跟着插什么嘴 好吗 你俩过得好吗 多吗 你俩过得好吗 你俩过得好吗